三位律师 张女士最终会做何选择呢 经过两轮举证 以及三位金牌律师诉讼思路的阐述 那么目前张女士是会选择 主张股东与公司 负有连带责任的张律师 财务方面的一个混同 公司呢 很有可能是一个合公司 我说的就是把公司和股东 要求他们一起承担责任 还是会选择联合其他的经销商 寻求集体诉讼的董律师 联系其他的代理商 希望大家能互相协助 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一个人 势大力薄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个案 是重案 还是会选择主张 名人应当承担自己的 社会责任的孙律师呢 我们肯定是要找李晶晶来主张权力 需要把李晶晶 四伯公司的面纱 来作为一个整个债务连带 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主体 张女士请谨慎作答 选择那个张蕊 张律师 选择张律师 为什么会选择张律师呢 因为他说的那些话 感觉就是跟我心里想的 有一点像像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的想法 然后他所说的那个话 他的观念 可能就是说 跟我心里的那个想法接近 所以我最终选的是张蕊 张律师 其实还算在我的预料之中吧 因为我觉得 我能站在他的角度 就是理解他 为什么现在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现在怎么说呢 这个网络直播带货呀 应该是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于直播带货的人来说 应该说都是多赢的一种局面 所以某种角度来说 这个东西如果是良性运作的话 对各方来说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但是缺陷问题在哪 心生事物 他必然就面临着 法律约束的不严谨和不完善 因为什么 法律不可能永远跟上时代的进步 我们在不停的相互的来 不断的完善互相促进吧 明星等公众人物代言 实际上是利用了一种名人效应 用影视作品的光环为产品加持 而光环不是永恒的 每一次不当利用都是一种消耗 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但是回过头来咱也要说一句 投资需谨慎 千万不要因为镜头里精明强干的同乡玉 而当了现实中以身抵债的郭芙荣